总统新光慈善晚会圆满落幕 节目共筹得了1170多万 今年的活动主要围绕相互敬重主题 鼓励公众献出爱心 帮助弱势群体 尚达曼总统和夫人 我国残疾运动员 本地艺人 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表演者 纷纷带来了精彩表演为慈善助理 You never let go You can And you will See a bright tomorrow 上达曼总统和夫人真一藤木 一同朗诵 由本地诗人范树芬书写的诗歌 阿杰郑惠玉则首次尝试 以空灵鼓伴奏 让台下观众为之动容 四岁时就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症的 这位音乐制作人和饶舌歌手 也同本地歌手共赴舞台 将气氛推高 Let's go 除了歌舞演出 我国残疾运动员也同新传媒艺人展开一系列体能比拼 我国女飞人山地也到场给予支持 捐款平台将继续开放到下个月五号 公众可登陆以下网址了解如何为公益尽一份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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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